君友云10集,天宝报!白龙白鹤实力被削弱,苏白依与世界合体迎敌! 君友云动画第10集更新了,这一集内容依旧精彩,除了苏白依与世界合体对战白龙白鹤之外,天下第二美的二嫂也短暂地出现了一个背影,那本集表现究竟如何呢?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! 原著对白龙白鹤的描述是其实力亦相当于四院首作,上林天宫三楼寺院,三楼实力要比寺院高一些,白龙白鹤未必有那么强,赢在三楼之下,和周正差不多。 但男公星也是在得到薛神冠军传后,才能与白龙白鹤打个有来有回。 白龙白鹤被削弱 总体感觉在这一集中,白龙白鹤实力被大大削弱了,而且看着温惜的口气,好像他的地位也比白龙白鹤高一些,原著中白鹤都能以平等的口气和清明怨怨手作说话。 还有白鹤刚出场就差不多快到舞蹈巅峰了,最会杀人的笑声是打不过白鹤的,而笑声也打不过薛宫周正,周正是舞蹈巅,只差临门一角的巅峰,所以白鹤可能打不过周正,但绝对也是快比肩舞蹈巅。 至于白鹤,白鹤说过,白鹤拼尽全力不逊于自己,但这肯定是不逊于梅怎么用实力的白鹤鹤,毕竟谢看花说过,他和贺莲喜悦联手可能足以击败白鹤,这里还是有点不确定因素的,因为都知道白鹤鹤一身先法无敌,先人指路更是开战。 谁又知道白鹤鹤,谁又知道白鹤鹤也擅长剑法呢? 况且还是见到巅峰的天鹰剑法,虽然是改版,但也不会太差。 回归主题,白鹤鹤应该是打不过谢看花或者贺莲喜悦的,但从白鹤和周正的比试可以看出,天道镜应该是有的,毕竟白鹤打得跟完的一样,而周正是用了实力的,最后师姐练了万道新门才打败白鹤。 这个时候师姐可能是天道镜了,毕竟世界血脉加至高心法,而白鹤只是一半血脉加仙人书,而且万道新门专刻仙人书,所以这里白鹤白鹤实力是被严重低估了的。 不过我们也不能要求动画与原著一模一样,不影响后续就行。 小说里白龙装弱,白鹤后面又练了新功,所以白龙白鹤这里代替小头目吃饼,然后之后,再交代一下白龙白鹤怎么变强了就行,能自圆其说外加保证作画质量观众就心满意足了。 天下第二美的二嫂登场 再说一下这一集只出现了一个背影的二嫂,不少动漫粉可能不知道二嫂到底是谁,这里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。 二嫂本名吉莫花雪,是南玉楼的夫人。 当年学宫二君子南玉楼续吉莫成论剑,与红衣剑先切磋,之后回学宫途中得知上林天宫要抓南宫希尔,于是提剑上了上林天宫,一只打到上林天宫带公主宁清城那里,将宁清城重创,逼阵宁清城下令不可为难南宫希尔,之后下山,与吉莫花雪成亲。 三日后南宫希尔,三日后南玉楼便死了。 至此,吉莫花雪见到学宫之人,便于二嫂自称。 打斗特效仍需提高。 最后再说一下不足,我感觉君有云的打戏动作还是有待提高,基本上全是花架子,打斗场面全靠慢镜头和特效,一些细节方面就用文系叙述。 这一点与少年歌行很像,不过毕竟君一新是一个新兴的动画公司。 第一部作品受经费限制导致水准降低也是能理解的,希望后边能有所改观吧。 好了,以上就是关于君有云动画第十集解析的所有内容了,如果您有其他观点,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析哦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